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看过那个力量吗?你有感受过它吗? 我想也许你从来没有发现过它呢 现在的你或者是说这十年以来的你 就像走在一个黑暗的道路上面 你可能看不到光 觉得外面都黑漆漆的好可怕 然后也看不到出路在哪里 一个人就是孤零零的走在这样子的路途当中 但是安安老师要告诉你的是 在这样子艰难险阻又黑暗的路途上面 你竟然有力量能够走这么长这么久 究竟是什么让你能够走到现在 那个不是外面的光 而是你内在的光 内在的光在指引你继续走下去 即便这个路是这么这么的痛苦和难走 那个内在的光就是你内在最原始的那个力量 那个生存的力量 他指引你在这条路上即便很黑暗 即便很痛苦都依然要走下去 所以是时候你要回来看到他 回来感觉他 回来谢谢他陪伴了你这么久 请你每天就是花一段时间 来跟你内在的这个力量 好好的跟他相处 因为也许你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他 你跟他是很不熟悉的 虽然他一直都在那里 他一直在支持你 是时候去更多的感觉他 更多的看见他 并且感谢他 也许你会说 安安老师我真的感觉不到 我也看不到他 嗯那我可以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因为你跟他不熟啊 所以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朋友要先释出善意 那你就是每天先用一段时间去感谢他 感谢他的存在 感谢他 帮助你能够走过这么多年 感谢他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 你都能够撑下去 慢慢的他跟你熟了 你对他释放够多的善意 他就会出来 让你可以感受到他 让你可以看见他 然后在做完这个感谢 观察看见他的练习完以后 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你必须要去做运动 你要让内在的这一个力量 或者我们说这个光明 可以长大 可以让你突破现在的限制的话 你要替他灌溉营养 你要替他浇水 就像我们种树一样 那么这个浇水灌溉营养 很重要就是要透过运动的方式 让他长大 所以请你在做完感谢 看见 感受他 这个内在力量的练习之后 你就要去做运动 这个运动呢 每一周你至少要做三次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五次 如果允许的话 你天天去做都没有问题 然后每一次至少做三十分钟 带阳的运动 让你自己可以出去 最好能晒到太阳要流汗 你会发现这个力量会越来越强大 它慢慢慢慢地长大 然后它会帮助你去突破 这一些限制 让你去看到原来 你周围并不是黑暗的 并不是没有光 只是你戴了一个墨镜 而这个内在力量 当它能够持续地成长 它会帮你主动地把这个墨镜给拆下来 让你重新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明和色彩 所以上面讲的这个步骤 请你务必试试看 一定会有很不同的发现 祝福你 下一个是来自于小雪的来信 我和异性相处经验甚少 没信心 导致面对的时候情绪很极端 要不很喜欢开始幻想 要不就是不感兴趣无事了 搞得我现在碰到感兴趣的人 总是进退失却不知所措 更不知道自己是喜欢他 还是喜欢幻想中的他 讨厌这样顾虑太多的自己 总是原地踏步浪费时间 希望老师能帮我解答这种矛盾的心理 小雪安老师看了你的来信 安老师要告诉你 我们可以先试着用一个 交朋友的心态和对方相处 先把你想要交男朋友的这一种心态 先放一边 我们就是把它当成是像你交女性朋友一样 先去认识这个人 了解这个人 先跟他当朋友就好 因为当你对于对方有某一种目的性 而且这样的目的性又是爱情的话 你可能就会落入一个偏颇的情况 就像你说的 要不然就是对对方开始幻想 要不然就是对对方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很偏颇的 你没有走在一个中间的路途上 这个中间的路途就是你到底了不了解他 你到底能不能够看到真实的他呢 所以当你把目的先拿掉 我不是要交男朋友 我也不是要找老公的 我就是来交一个朋友 就如同我交女性的朋友一样 去和他相处 就是抱着这样子一个没有任何目的的心态 你才有可能看到真实的对方 也就是请你抱持一个轻松的心态 就是我们先交个朋友 不要一开始就把那个判断定下来 我喜欢他或我不喜欢他 我要和他交往或我不跟他交往 不是的 我们就只是交个朋友 抱着这样子轻松的心态 了解全面的他 你才有更多的选择性 而这样的选择性是一个理性的 是一种实实在在的 而不是像梦幻泡泡一样一戳就破 或者是 你可能因为前面的一些判断 就没有看到对方的优点 所以先试着交朋友 看见真实的对方 让你先无目的地交朋友 然后再有目的地选择爱人 这也许是更适合你的做法 祝福你 好的 今天的安心信箱就回答到这里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有想要问安安老师的问题 欢迎你们进入 心安理得的讨论区来留言给安安老师 安安老师会挑选以后 在节目当中亲自回答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